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都认为足鞋西丁克是酷衣促进中国足球的发展 人本以为,随着西丁克正式上任国奥队,这段时间中国足鞋应该不会再有什么大动作 可是,令人出乎意料的是,就在刚刚从国内传来的消息发现 拿下西丁克后足鞋不仅有大动作,而且中国足球又将迎来一世界级强远 据比利时媒体比利时足球报道,前比利时国家队技术总监克里斯·范布韦尔德 已经与中国足鞋签下了一份新合同 未来,范布韦尔德将在中国继续担任技术总监的工作 全面帮助中国足球发展,对于自己即将前往中国任职的消息 日前,范布韦尔德也进行了确认,他说道,是的,我接受了这份邀请,我的家人都很支持我 过去三年我和比利时国家队取得了成功,我想我是要接受新的挑战了 中国足球是一个全新的领域,我将把我的理念带到那里 预知共同发展,从比利时足球的报道可以看出 在国字号球队拥有两名世界级名帅之后 足鞋又为中国足球找来了一位世界级强员 他们与范布韦尔德达成了合作 后者将在未来的时间里担任国家队技术总监 虽然范布韦尔德并不是工作在国足的一线岗位 但他的到来对中国足球来说依然是有益的 因为了解范布韦尔德都知道 他在情绪方面是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 比利时国家队这几年人才辈出 并在世界上取得好成绩 跟他的工作是密切相关的 所以此番中国足协邀请范布韦尔德担任国家队技术总监 肯定是一个比较明智的决定